呼的一声 张荣芳长呼一口气挺起胸膛 放大音量 前辈 这人说你和君儿前辈都是神经病 他说你们都是凡人 是垃圾 丑人只能和丑人在一起 奥斯坦丁眉头紧簇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不过没关系 他也懒得浪费时间 当即他深吸一口气 那吸入的气息 仿佛从全身各处毛孔 缓缓散发出来 化为微风吹拂四周 随着这一口气的吸入 他身体表面皮肤 迅速泛起银色的条纹 全身皮肤反而比之前 更加的泛白 变成类似石膏的惨白色 其背部开始凸起 一个个尖锐隆起 仿佛皮下有什么东西 想要冲破皮肉 但又冲到一半停了下来 一大片的尖锐隆起 将其皮肉顶起来 形成一个硕大驼背的球状结构 背负后背 其双臂被拉长变细 下身双腿越发的粗大膨胀 宛如向腿 最显眼的是他的身体侧面 到处都多出一个个 婴儿拳头大小的气孔 一眼望去 足足不下有十多个 分散在各处 重视 气神探 奥斯坦丁深吸一口气 气息却不是从口鼻吐出 而是从身体各处气孔喷出 然后 他看向对面的张荣芳 张荣芳却丝毫不慌 只是深吸一口气 猛地大声说 军儿前辈来了 刷 一道人影宛如瞬移一般 骤然出现在两人身侧 军儿在哪 蒂江劈头散发 双手还提着一把锄头 他似乎真的在种菜 然后 他看向一旁的奥斯坦丁 瞬间明白了 你小子 诛我 张荣芳果断说 前辈 我怎么敢框你 是军儿前辈答应过会帮我的 蒂江皱眉 当真 张荣芳信誓旦旦 当真 他为什么答应帮你 张荣芳�恬不知耻地说 因为他老人家觉得 我未来潜力无穷 蒂江无言以对 但又不知道真假 只感觉这一幕 好像似曾相识 他叹息一声放下锄头 看向一旁的奥斯坦丁 啪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奥斯坦丁不自觉地退后一步 此时高达四米的体型 竟然完全没有了刚刚的自恋和霸道 蒂江的眼神瞬间阴沉下来 你认得我 奥斯坦丁深吸了一口气 不认得 不过 先生气势不凡 容貌更是上上之选 一见便知并非凡人 我奥斯坦丁今日何德何能 居然能够见到先生这般俊美无仇之人 当真是好运 他抱拳拱手 今日误会一场 也算是我和张颖道子不打不相识 就此告辞了 他也不转身 面对着两人脚尖一点 倒退着飞速就要跑 蒂江猛地出声 慢着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呢 奥斯坦丁身体一僵 胆紧笑着说 眼熟 先生说笑了 你我才是第一次见面 哪里会眼熟 他心头发毛啊 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堂堂大灵第一刺客 翅膀第三天下第一杀手地僵 居然会隐居在这个破地方 而且 看起来 居然还和那个张颖有一腿 这什么鬼联系啊 吉敬那群疯子 不应该是和大道教对立的吗 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也就是 也就是他奥斯坦丁 现在准备不足 否则 否则绝对不会往这地方跑啊 东林教上一任教主 就是死在这疯子手里 当时他就在附近 亲眼看着老师无限忠实状态下 被这人五招连杀 当场身亡 蒂江沉声说 我虽然记性不好 忘了很多东西 但感觉很准 眼珠视线不断在对方身上打转 你留下 等我想起来再走也不迟 奥斯坦丁面色一僵 感觉自己忠实 隐隐有些不稳了 先生何必强求 我还有钥匙在身 之前不过是一场误会 蒂江正色说 既然是误会 那就更该留下了 我来帮你们解开误会 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世上有什么仇 什么缘 不能化解的 他现在似乎很正常 奥斯坦丁的脚步 慢慢地后退 要不是他老师全家 都是眼前这位杀的 他肯定信这句话 先生 蒂江面色猛人一变 你再退一步 我就杀了你 奥斯坦丁不敢动了 看着不远处张荣芳一脸笑意 他心中无名火起 但却又真的一点也不敢动 因为他知道 虽然同为大宗师 但眼前这位不一样啊 极敬大宗师 还持有顶级魔兵 真要动真格起来 杀他或许都用不着十招 没关系 我不是怕他 我只是不想随便降神 奥斯坦丁心中安慰 毕竟降神一次 就会失去越来越多的人性 你败神了 蒂江此时忽然注意到 奥斯坦丁的手 是 手怎么拉 先生 也不知道吗 奥斯坦丁一愣 看了一眼一旁的张荣芳 此乃张颖所为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让我的手掌无法恢复 他以为蒂江应该知道 但现在看来 他居然不知道 这说明 这两人之间 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亲密 正心中思索着 蒂江已经靠近了过来 伸手抓住他的手 捏来捏去 确实不能恢复了 这种感觉 他眼睛慢慢开始变亮 然后猛地扭头 看向张荣芳 你怎么做到的 晚辈也不知道 不过 以前就发现 我的血似乎有毒 张荣芳自然不敢说真话 若是说出 他将对方的血 吸食吸收了 那么 结果怕是瞬间被打成邪魔外道的多呀 到时候怕是蒂江也会转头就走 毒 蒂江若有所思 他缓步走到张荣芳的身前 围着他转圈 仔细地观察 刷他一下 不远处的奥斯坦丁抓住机会 转身就跑 他是一刻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这鬼地方能够遇到蒂江 绝对会遇到逆时会的其余疯子 他可是知道 蒂江早在很多年前 便是逆时会的顶尖强者了 当在屋子角落里看到一只蟑螂时 就代表屋子里已经有一窝蟑螂了 逆时会一蒙的人也是如此 所以 奥斯坦丁面色肃然 甚至都没有解除中士 对于大宗师来说 中士是可以全天候开启 并不会有太多消耗 但因为中士大多是奇形怪状 所以大宗师往往都不会一直开着 但此时 他却丝毫不敢解除中士 蒂江乃杀手之王 大灵第一刺客 二级 糊的 奥斯坦丁面容巨变 往左腾挪移开 吃得一下避开身后穿刺而来的一把白色短刀 先生稍等 我只是 刹那间 一道道宛如白色飘带的刀光从他身后飞出 他们修长弯曲柔和 泛着光亮 然后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他化为一团光球 蒂江的身影朦胧出现在前方 透过光球 手握短刀 微微抬头 灵解 浩瘾 幻灭 奥斯坦丁心中玉井疯狂地炸开 他面色巨变 全身气孔轰然喷出气流 一身绝血 四气四神功全力爆发 一道道气流在他身后喷射而出 汇聚成巨大的推动力 奥斯坦丁双掌往前 一上一下形成宛如龙形大嘴一般的形态 化为白色龙影 轰然咬向正前方的蒂江 刹那间 龙影刀光碰撞 刷的一声 奥斯坦丁从蒂江的身侧一闪而过 面色僵硬 好 好快的刀 蒂江收刀 转身看向对方 只是你太弱而已 不过说起来 我好像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遇到过能让我开灵解的人了 我 我的荣幸 奥斯坦丁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起脖梗处 缓缓浮现出一道清晰的血线 紧接着 那道血线迅速地蔓延变长变多 然后遍布全身 血光飞溅 刹那间 奥斯坦丁全身炸开血水 整个人宛如被分解的积木散落一地 他的身体被切割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血肉方块 伴随着血水溢散 散在地上染红地面 不远处及时赶到的张荣芳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瞬间想起自己当初和地江交手的情况 心中瞬间发毛 地江看着这一幕 摸了摸下巴 我好像下手重了一点 张荣芳忍不住出声 前辈 他这可是大宗师 还是拜了神的 地江陷入回忆 我知道 以前这样的杀过不少 那时候的小教派比现在多多了 那时也比现在乱多了 灵将横行 神佛将士 这种拜神大宗师数量也不少 后来 非灵教镇压一切 杀了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高手 杀得所有人 所有教派都听话了 图成图到那种神佛 连教徒也没了 然后 就和平了 张荣芳心中责舍 您那到底是什么时代啊 帝将回想到 那个时代就是如此 一片混乱 高手如云 百姓如草芥 后来 非灵教因为对百姓态度稍微好一些 慢慢发展壮大 在灵人中 成就第一大教的地位 然后 便是他们带领灵人 横扫其余势力 吸收的人数越来越多 吸收的势力也越来越多 乱世久了 人民需要安定 而非灵教的神佛需要民众 好歹 也算照顾民众 所以 变成了应运而生的大事 张荣芳还想询问什么 哭得 他眼神余光瞟到一边 奥斯坦丁的肉块 居然又融合到一起 很快又蠕动形成了一具 金发紫眼的强壮人体 他居然 又活了 张荣芳正要开口提醒 恢复了 就都上来 蒂江扫了一眼 奥斯坦丁的手 那里依旧没有恢复 先生 奥斯坦丁张口想要说什么 但被蒂江眼神一扫 马上又收口 不敢再出声 张荣芳心中此事 才真正地体会到 他和蒂江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或者说 从奥斯坦丁的身上 他才明白 自己和大宗师的差距 有多大 三人重新回到山顶 山风吹拂 散去一次最后的热度 蒂江指了指地面 坐吧 难得遇到老乡时 仔细说说 你的手怎么回事 他这话是对奥斯坦丁说的 被杀了一次后 奥斯坦丁也不敢再动手了 对方没有磨兵的能力 就代表故意留他一命 如果再不知好歹 那就是自己作死了 当即 他也将自己刚刚的情况变化 详细地说出 因为 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只是打斗间忽然就这样了 所以一切只能看张荣芳这边 蒂江视线一转 落在张荣芳的身上 就算他一颗心都一直扑在君儿身上 也能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 特别是奥斯坦丁在复活后 手掌居然都不能恢复 这就代表着 这种损伤是永久性的 这对于逆时会代表着什么 他很清楚 张荣芳苦笑着回答 晚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 我的血确实有某种毒性 能让人全身枯萎 蒂江沉声问 天生的 张荣芳点头 天生的 是晚辈在修炼仙道之后 自己出现的特殊能力 仙道 如果说第一次听到 蒂江可能只是当做个笑话来看 但眼下却不同了 如果这个仙道 真的能如此克制拜神 那么 他的意义就太大了 蒂江想到这里 看向张荣芳 能掩饰下吗 张荣芳站起身 当然 怎么演示 蒂江指了指一旁的奥斯坦丁 用他试试 后者面色微变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没关系 能为先生演示 如此意义之师 是我奥斯坦丁的荣幸 张荣芳无言以对了 果真不愧是大宗师 这定理 这面皮 不愧是大宗师啊 当即他站起身 走到奥斯坦丁身前 对着自己食指 咬破一个口子 然后迅速按在 对方的肩膀上 撕的一下 一丝丝细微的声响中 奥斯坦丁的肩膀 开始失去光泽 肌肉萎缩 血色淡去 如同在那里 凹陷下去一个小壳 七十三级 可以了 蒂江一把抓住 张荣芳的手臂抬起来 他仔细观察 奥斯坦丁的肩膀 那里的血肉 仿佛老去了一半 失去光泽活力 仿佛死掉了 刷的一下 他闪电般出手 将那一小块血肉 彻底挖掉 他对着奥斯坦丁说 恢复 好 后者肩上伤口 迅速愈合再生 但是 那里的血肉 还是老样子 失去活力 死气沉沉 如枯萎了的花 再也没办法 恢复原样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某种疫病 专门针对 拜神的疫病 蒂江眼中 闪过丝丝震撼 他再度看向张荣芳 眼中的震动 清晰可见 这个人 天生就是为了 对付拜神神佛而生 他能够想象 如果被那些拜神 知道了张颖的 这个能力天赋 会发生何等恐怖之事 他们会不顾一切地 追杀他到死 无数思绪 在地疆的脑海里 碰撞转动 很快 他仿佛下了 某个重要的决定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这里 哪里也不准去 这话是对着张荣芳说的 前辈 您这是 张荣芳心头一突 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 蒂江平静地回答 一个月内 若能从他中世手下 安全自保 并且 能在我常态手下 顶住五十招 我放你走 他猛地扭头 看向奥斯坦丁 而你 全力帮助他吧 如果到时候他做不到 我就杀了你 奥斯坦丁心头一颤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尽管他心里各种诅咒乱骂 但此时此刻 他只能微笑 哦 对了 你可以试试将神 毕竟我的刀 也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将神了 还能调调口味 蒂江的一句话 将奥斯坦丁最后的袭击 彻底打掉了 这家伙根本就是嫌麻烦 所以找了个人来替自己交人 看清楚根本后 奥斯坦丁心头好受了许多 好歹还能有生的期望 他虽然自诩 做好一切准备和将神 也能不须递将 但此时此刻 他不愿意和其拼得两败俱伤 至于嘴上说他弱 那就让他说好了 嘴炮又不能掉块皮 他只是权衡利弊 觉得打起来不值得罢了 想到这里 奥斯坦丁感觉 终是重新稳定下来 都说极竟是神经病 现在看来 就算再强又有何用呢 还不是不如自己理智清醒 想到这里 他看向蒂江的眼神 隐隐多了一丝怜悯 和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 计较那么多做神 我是正常人 健全之人 让让一个残疾之人 也没什么大不了 蒂江最后定下 好了 就这样吧 现在 你来给他说说 宗师和大宗师之间 最大的差距在哪 让他明白 自己弱在哪 他指了指奥斯坦丁 然后自己打了个哈欠 起身背着手离开了 不多时 蒂江消失不见 从悬崖便跳了下去 不知道去作甚 只留下张荣芳和奥斯坦丁两人 面面相去 奥斯坦丁挤出了一个笑容 既然先生诚恳地请求了 我就勉为其难试一试 张荣芳怜悯地看了一眼对方 这自我安慰到这个程度 也算是奇葩了 奥斯坦丁解释 其实宗师提升到大宗师 心性方面不缺什么 关键在于武道境界 武道境界 正是 奥斯坦丁整理了一下思路 详细地说 所谓武道境界 一般可分为几个阶段 开始时 你寻找武功招式 以设计好的套路 绝招取胜 之后你渐渐弄明白 厮杀的记忆原理 将各种招式 除去不适合自己的 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 形成自己的套路和绝招 再之后 你不再拘泥于套路 诸多招式和身体 相对契合 自然而然 便能用出强大招式绝杀 之后便是宗师了 你开始明白 精神 意志 情绪 状态 对胜负的影响 在单纯的身体和招式 磨砺到极致后 想再进步已经极难 这个时候 我们转向了对意志状态 情绪的研究 世间万物 均如云气般流动变化 气象万千 有变 便会有强弱 以己之强 积敌之弱 此乃兵法之道也 也一样 是我等宗师的精神积积之道 而如何让自己的强 去打击敌人的弱 你需要做到很多点 所以宗师培养无敌意志 让自己的意志 始终处于最强最巅峰 这便是让自己 一直处于强 但也因此 每个宗师 都会有一个致命弱点 那便是一旦 意识上的状态被打破 实力瞬间便会大跌 世间万物 均衡有道 获得的同时 必然会付出代价 常人意识被迫 顶多是消沉一阵便好 但宗师意识被迫 带来的影响 就太大太大了 奥斯坦丁 只要不是敌对阵营 此时讲解起来 颇有学者之风 他的言语 更多是一种 东西方结合的风格来阐述 张荣芳沉声询问 那么 如何寻找敌人之弱呢 奥斯坦丁继续说 针对这一点 所以最初就有人提出了两种思路 他伸出实质 第一种 世间万物变化莫测 未有全知之人 所以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只有自己 以此理论延伸而出的 便是绝对防御圈 先保证自己不错 然后等待对方出错 对方自己出现破绽弱点 这便是绝对防御圈的出现根本 第二种 有人认为 万事万物都是流动变化的 没有绝对的稳定事物 只要不稳定 就必定有强弱之间的间隙 有绝对的弱点 所以他们认为 找不到弱点 只是我们观察得还不够仔细 于是 便有了御敌先机 张荣芳瞬间明白 所以 我之前打不过你 便是因为御敌先机 不错 你的武功 你的一切 在我的眼中都太过拙劣 御敌先机是一种很可怕的境界 就算是宗师大宗师之间 御敌先机的差距 也可能会达到一个极高的落差 从而导致实力 七十四起 奥斯坦丁感慨 这是意识境界的高度差距 在有的人眼里所看到的世界 和其余人 是不同的 张荣芳沉声问 就像你和帝江前辈 奥斯坦丁的面色尴尬了一瞬 迅速恢复从容 你不明白 到了这个层次 御敌先机差距若大 可以让你永远也无法在对方清醒之时打中他 你连触碰都无法触碰到对方 只会不断一次次地暴露自己的弱点 最后会是什么结果 可想而知 张荣芳感叹 帝江前辈当真厉害 奥斯坦丁点头 极境大宗师 大多都是御敌先机极为恐怖的存在 更何况帝江先生 还是其中的顶尖强者 其实极境和拜神 两条路的大宗师走的方向 可以笼统地归纳为两个思路 他感叹总结 极境主张 最好的防御便是进攻 他们在闪避的同时 也随时可能出手致命一击 而拜神 主张最好的进攻便是防御 我们主张以强大的体魄和恢复力 硬扛强敌 等待对方出错 然后抓住机会 出手避敌 两边的极端强者 都很可怕 张荣芳顿时有了个大概的轮廓 确实 极境追求最大的杀伤力 往往一招克敌 毫不拖泥带水 磨兵什么的 就是为了弥补对灵将杀伤力不足而想出的办法 但拜神 则是重规重矩的路子 那您呢 张荣芳受益良多 顿时对其多了一丝尊重 您属于什么层次 为何我感觉也有御敌先机的部分在 我 奥斯坦丁微微一笑 其俊美的面容在阳光下 带着丝丝儒雅柔和 他用手指了指天 又摸了摸自己的心口 我想要两条路并进前行 当年心比天高 当年以为自己天赋天下第一 可惜 后来现实给了我残酷的遗迹 在尽无可尽之后 我终于放弃 选择了拜神 为何 奥斯坦丁神色温和 因为拜神安全 活得更久 不过也有传言 排名前几的极境 曾经有过天外之光照耀的经历 寿命大涨 当然 这也只是传说 你听听就好 其实很多时候 比起打打杀杀 他更喜欢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惜这个时代 这个世道 不允许他那么生活 好了 多说无意 来试试手吧 既然先生交代下来 那我的作用 便是要让你在武道境界上 有快速提高 站起身 奥斯坦丁平静地说 虽然他不认为一个月有什么用 毕竟张颖之前的表现来看 连宗师的自强之心都没凝聚 更遑论达到大宗师级别的 高层御敌先机层面 但对方那种奇异的强悍能力 能极大克制拜神 并且其体魄极其恐怖 堪比拜神宗师 不 甚至比一般的拜神宗师 要强出许多 所以 小心了 在御敌先机的大落差之下 就算是大宗师之间 也是可能出现瞬间分出胜负的情况 输与赢 生与死 其实很多时候 仅仅只是在一瞬间 差一步的事 张荣芳抱拳拱手 请指教 其实从一开始 他得知自己被栽赃 暴露自己血肉补却能力 克制拜神的时候 便第一时间想到了这里 极静都是不愿拜神的人 他们是人 不愿屈居神佛之下 所以极静大多和拜神相对立 他的克制拜神的能力 最可能得到支持的 便是这一部分人 因为无论任何拜神武人 都不会允许他这样的 巨大威胁存在于世 所以 原本他打算依靠自己 强悍恐怖的生命恢复 将奥斯坦丁磨死 但中途忽地想到这个念头 于是转身离开 没有去找上官飞鹤 没有去玉须宫 而是来到了灵华山顶 而现在 看来他赌对了 蒂江看他的视线 已经和之前不同了 这才是兵法中的 殷势力道 变废为宝 反正已经暴露了 干脆利用奥斯坦丁的伤 展露自己的特殊克制 赢得极净的重视 在未来 早晚会和神佛 出现矛盾的前提下 这便是未来可能的退路 一省 大光明教盟总部 沉沙宫 灰白的石质宫殿 静静处立于沙漠深处 夕阳西下 光目如血 黄沙漫飞 一片密集的马蹄声 从远处急速传来 那是一对身着 灰白袍衣的强壮男女 他们身上都背有弯刀弓箭 白袍下是穿着的简单皮甲 他们美人嘴唇都微微干裂 神色疲惫 眼裙深陷 显然是长途跋涉 奔跑了许久没有休息 呼得最前方一人 看到远处的沉沙宫 顿时面色一喜 减缓马速 在距离宫殿 还有百米距离时 他在马背上 拿起一杆机械装置 对着宫殿 放上一只特制的箭矢 瞄准 噬的一声 箭矢飞射而出 拉出一道轻盈的抛物线 稳稳落在沉沙宫 前方的黄土地面 一名身穿白色沙衣的 蒙面女子 迅速从宫门中跃出 一把抄起地上的箭矢 拨开箭杆 取出里面的纸绢 转身进了宫门 宽敞的白石宫殿内 一共有五个宽大石柱 宛如一个巨人张开的五指 突出地面朝天抓去 五指顶端各有一张高大座椅 最高处 也即是最深处的那根石柱上 此时正坐着一名 全身穿银黑色仲凯的高大身影 此人头戴三角龙一般的 犄角头盔 遮住整个头部面容 一片灿烂如流苏的银色长发 从其头盔下方披散而出 他端坐宝座上 一手支撑下盒 一手放在扶手上 轻轻敲击 正听着右侧一人的说话 其余四根石柱上 分别还有三人坐着 这三人都是身高至少两米五左右的身材 每人双目都透着明亮如星般的刺目光泽 若还是按照之前的安排 我们非但无法阻止密策的路入 对以后的计划也是巨大阻碍 所以我认为 现在我们最大的希望 便是全力支持穆梨王 若是助他夺得地位 地位 只穆梨王希望不大 但若是能说服他助力另外一位 两边结盟合力 日后未尝不会有机会 如今大道教士大 但靠我们一边 无法离抗啊 其余几人有天所教 真一教 西宗支持 势力都是不弱 看不上我的 如今我等顾莫难知 或许应该寻找外力 且就算能成 我也不赞成和其余几位结盟 既然要结盟 为何不向外寻求 没有利益冲突的白石教那边 坐在最高位的银发铠甲男子 轻轻出声 好了 新的集训来了 大家可以看看 但声音不大 却透着清澈如水的纯净感 其余三人顿时慢慢收声 很快有侍女从不同方向 给他们送上信纸 四人轻轻展开 一时间整个宫殿内陷入一片安静 只有信纸翻动式的沙沙声 每个人都仔细拿着超路反编译后的信纸 演习 银发开将男子轻声说 看来 月德温已经等不及了 一名中年女子叹息 连西亚大人也没法拖延了吗 另一老者沉声回答 西亚大人虽然未及人臣 但毕竟不是神将本身 能拖延这么久已经很难得了 银发开将男子出声 好了诸位 放弃幻想 最终准备决战吧 退路既然早已寻好 那便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等教盟 不正是因此才坐在这里 可惜我免下所言及时 既然已成定局 直接面对便是了 三人纷纷点头 到了这个份上 为战而已 大道教想要一统天下教派 就必然要跨过他们的尸首 若是没拜神还好 还能脱离战局 但既然拜了神 一哭俱哭 一荣俱荣 那便只有死战了 一人冷声说 又可惜我免下领头 就算是他约德温亲至 我等也没什么好怕的 这里是尘沙宫 不是他天成宫 可惜我忽地问 对了 奥斯坦丁呢 怎么这次历经聚会还没来 一人回答 据他弟子所言 还在择手那边处理杂物 好像被什么临时 发现的是绊主了 是吗 那 那就太可惜了 扑得一道人影宛如光线扭曲一般 从宫门外一闪而入 落至五根十柱之间的位置 我可是算着时间过来拜访的 居然这样也会人不齐吗 来人抬起圆脸 大袖飘飘一身紫袍 赫然是笑起来一脸和气的大道教掌教 岳德文 在他身后 宫门外缓缓走进一道白裙身影 则是金带白衣的金玉言 金玉言扫了一眼岳德文 冷声说 速战速决 别浪费时间 岳德文笑眯眯地看向柯西窝 我这不是看到老朋友打个招呼吗 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轻瘦啊 那时候我就和你说要多吃点 你就是不听 石柱上的三人猛地站起身 惊怒交加盯着两人 你们还敢来 倒是柯西沃没有如其余三大宗师那般惊诧 反倒是缓缓起身 眼神平静 我很早便有想过 这样枯燥的时间 若是要简单对峙 你们需要花费的时间太多太多 所以你们最有可能的计划 便是突袭高层 也就是直接高手对决 而非军队剿灭 岳德文笑着说 所以呢 柯西沃轻轻鼓掌三声 所以 所以我也提前来这里等候已久 在他身后的阴影中 漠然多出一道高大人影 那人面容方正 留着落腮胡 双眼如铜铃皮肤有黑 一头黑色乱发如狮子般散开 配上其背上背着的三把刀剑兵器 还有一身简陋的黑衣 看上去就像一个兵器匠人 只是在看到此人的瞬间 无论是岳德文还是金玉岩 都眼神微微变化 金玉岩忍不住出声 你们也缠合进来了吗 黑发男子看向金玉岩的眼神 有种淡淡的莫名情绪 好久不见 玉岩 金玉岩眼神冷立 是很久不见了 我以为你早已死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 而且活得很好 翅膀第二 天宫金红 岳德文鼓掌笑起来 真厉害 当年你引领师叔踏上极境 如今居然还敢出现在他面前 天宫金红淡淡笑了笑 为何不敢 玉岩资质矿骨朔金 理应走上最强人之道 而当年我纵横天下时 你小月子 还只会在天宝宫念经打坐 没想到几十年过去 当初的小狗子 现在变成了所谓的天下第一高手 今日正好前来领教一二 看看当今的天下第一 是否名副其实 他缓缓拔出背后最外面的 第一把赤红长剑 岳德文右手下垂 一圈圈无形的气流 环绕手掌 快速转动 所以我才烦你们这些老不死 既然都大半截身子入土了 为何不老老实实在棺材里等死 非要出来找虐呢 灵华山巅 张荣芳和奥斯坦丁相对站立 刹那间 两人同时踏步向前 身形化为虚影交错而过 哭了一声 张荣芳右臂外侧浮现一道血口 他站直身体疑惑地说 为何刚刚我感觉您出手并不快 却能精准地破开我的招式 奥斯坦丁赶紧甩掉手指尖的血迹 以免中毒 你是否感觉自己的招式没有破绽 张荣芳回答 正是 晚辈按照您所指点的 一一将自身招式梳理了一遍 如今按理说 已经没有破绽才对啊 奥斯坦丁回答 那是因为你的心慢了 心慢了 奥斯坦丁叹息 对 你以为我会出这招 但其实我看穿了你的想法 改换成了同样出这招 但最后关键时刻 多加了一层变化 等你发现之时 却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面对未知 出现新的应对和选择时 慢了 迟疑了 这家伙的武道经验 实在是太差了 感觉就像是 一身实力全靠莽的那些莽夫 不过考虑到 张颖并非经常实战的文公道人 也能理解 张荣芳再问 那么敢问前辈 如何才能提高这方面 对招数的预判 奥斯坦丁回答 这便是御敌先机的核心了 你首先要能应对如电 只有精神绝对的高度集中 高度专注 才能做到这一点 然后再对诸多武道都有涉猎 有自己的归类 如此 就能初步形成属于你的御敌先机 张荣芳若有所思 在灵华山巅特训已经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里 他每天都在不断和奥斯坦丁交手切磋 对于大宗师的实战威力 也逐渐有了清晰的认知 实际上 大宗师体魄速度力量 不比他强多少 关键是 他们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把握 这种把握 让他们随时都能用最强之处 攻击自己的最弱之处 而自己还打不中他们 这一点比宗师要强多了 宗师的武道境界 在御敌先机方面 并未和他拉开代差 还感觉不是很明显 但到了大宗师便完全不同了 奥斯坦丁最近的态度都很好 对张荣芳的教导也是尽心尽力 当即两人分别坐开 拿起由冉心月送来的各种吃食 开始大快朵移 张荣芳一边吃 一边默默地打开属性栏 如今他加上之前的时间 一共积攒了十点属性点 现在在明白了 接下来的武道境界道路后 他觉得自己可以提一提了 坐在地上 他嘴里不断咀嚼着吃食 视线微眯 看似在思索 实则在考虑如何提升了 武功已经到了内法顶点 接下来便是三空 按照三空的练法 其实已经是在为宗师打击出了 三空也是涉及的精神方面的修行 其中包括三个境界 邪志空 邪念空 邪气空 这三者分别就是清理自身 张荣芳回想起虚项符法中 关于三空的记载练法 其中邪志空 是剔除身体内部的杂志 邪念空开始 便是剔除精神意念的杂志了 邪气空 更是李顺全身气息运转 调和精与神 达到圆满如意的地步 当即他没有迟疑直接往虚项符法后的加号点去 见识了武功境界的强悍之处后 他如今打算做一个水桶形六边形战士 绝对不能让自己有如此巨大的缺陷弱点 确实 他可以躲到一个地方 慢慢等待自己积攒属性到无敌 但不考虑武道境界的话 到底需要多少属性才能无敌呢 一千 两千 一万 要达到彻底碾压的代差才能无敌 可等到那个时候 或许自己想要守护 想要得到 想要挽回的一切 都已经晚了 啪 属性栏上 虚项符法的选项闪烁了一下 变得模糊起来 五点属性骤然消失 张荣芳面不改色 平静地坐在原处 丝毫让人感觉不到 他是在提升从内法到三空的重要关爱 但如果有倍数极高的生物显微镜 来观察他此时的身体 就能发现 他全身的血肉细胞 此时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 大量对身体损耗更大更多的冗余组织 被缓缓溶解 吸收消失 骨骼形状开始慢慢变化调整 受过损伤的细胞处于变异边缘的细胞 老化快不行的细胞 纷纷被吸收替换成新的 器官中的任何一丝丝不协调和内耗 都在无形中缓缓修正 整个身体完全朝着协调统一 减少内耗的方向变化起来 这种变化完全是依照张荣芳 如今修行的大道教武学来调整 让他的身体更适合武学发力 更适合武功招数地衔接演化 以武功统合身体 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成就 不多时 张荣芳缓缓缓从入定中回过神来 他手里的馒头早已掉在地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凉透了 一只大手拿起馒头 也不顾沾了泥土灰尘 送进自己嘴里咬了一大口 是蒂江 他面容迷茫 显然又陷入了两性交替期 是的 这位每天都会有一点时间 固定会陷入自己是谁 自己在哪 上一秒还是君儿 下一秒就是夫君的诡异状态 这个状态非常的不稳定 思路也跳跃极快 稍有不注意就可能惹到他 然后被打成重伤 嗯 张荣芳的重伤 那就是普通舞者的必死啊 蒂江出声说 你看起来很不错 进入三空了 开始调整身心了 张荣芳由衷地感谢 这还是多亏前辈指点 不用谢我 你看到了我们对你的善意 能因势力倒 趁机利用 也是本事 刚刚做的牛肉羹不错 夫君说是要给我再加点香菜 张荣芳面色自若地迅速变换 前辈不用谢 牛肉羹是手下的人做的 若是您喜欢 下次还做 晚辈并非因势力倒 只是临时迫不得已 说来惭愧 如今外界传闻沸沸扬扬 昨晚的被子有点凉了 一会儿准备去种点棉花 养点鸭子 等过阵子可以摘棉花 取鸭绒做被子 夫君总是思路跳脱 你还是多担待些 有时候也是辛苦你了 蒂江神色从男变女 声音从冷硬到柔和 前辈若是急需 我这里可以派人取来 现成做好的 张荣芳话没说完 一道白光宛如电芒 瞬间划过他的胸膛 雪花飞溅 他身情暴退数十米 站到悬崖边缘 差一步便坠落掉下去 棉被必须要我 亲手给君儿做 你敢和我抢 这等私密之物也敢送 你这是找死 蒂江迟到上前 就要继续动手 呼得他面容一变 再度柔和起来 唉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别往心里去呀 没关系 前辈那性情中人 晚辈能理解 张荣芳用手 把胸口的血口合拢 让其加速长好 这一刀 差点把他半个胸腔都剖开 恐怖猙獰的伤势 让不远处的奥斯坦丁 一句话也不敢说 那把情缘刀砍起他来 可比砍张影痛多了 顶级魔刀对拜神的克制非常大 只要蒂江心里一个念头过不去 当场一下砍死他都有可能 这群神经病 难怪没人敢和他们长期相处 奥斯坦丁低头紧张地念着经 吸气自己的神 能保佑他别让那疯子找他玩 片刻之后 张荣芳满身是血 重新坐回蒂江对面 敢问前辈 三空第二境的邪念空 应该如何踏入 他不得不如此 之前这一点 他请教了奥斯坦丁 得到了很多解释 奥斯坦丁在这一层的办法 是拜神 将全部意念 集中在对神的前程上 但张荣芳不可能这么做 结果刚刚他打算用属性点硬上 却发现根本没用 属性点点了上去 又退了回来 这三空的第二境界 根本过不去 属性点的提升 需要的是对下一阶段 确切可行的思路 并且理解透彻才能加点 理论上 三空不需要全部圆满 也能进入宗师 但是 他想要每一步都绝对稳固踏实 要么不走 要么走好 第二层邪念空 这时 其实就已经可以大概区分 吉静和神佛的道路了 地江此时正好还是君儿状态 神色柔和 伸手想要去摸张荣芳胸口的伤痕 但还是忍住了 吉静是拜自己 拜神便是顾名思义 是拜他 所以 你如何选择 全看你未来 想要走哪一条路 拜自己 张荣芳的心中有了答案 看来这一层需要选择 否则根本走不下去 他闭目思索 虚项符法上的描述 是找一道名为巨神符的符路 来作为目标 凝聚意念 去除邪念 但若是对大道教研究较深的人 便能看出那巨神符 其实本身便是预警 寒时天尊的简化代替符号 所以 这其实已经是在为拜神做准备了 无论文公还是武功 都有无数的这一类暗示 隐藏其中 不多时 张荣芳 我选择拜自己 帝将大笑起来 好 否则你也不会来找我 张荣芳轻轻俯身 请前辈赐教 帝将沉声说 自身的选择很多 你选什么便会成就什么 这一点没人能帮你 只有你自己选择 这世上 什么才是对你最重要之物 凝聚所有意念 去注视它 然后借此整合所有杂念 做麻辣豆腐 先放高汤 要用老母鸡炖三个时辰 最后万念归一 得了 这位又开始发神经了 张荣芳无言以对 选择性地忽略掉 帝将话语中的繁杂内容 无数的人事物 在他心中纷纷地闪过 但无论他怎么看 都找不到最重要的 重要的很多 但最重要的 他却感觉 无论哪一个都缺了点火候 不断思索 不断选择 张荣芳的心中 隐隐开始烦躁起来 烦躁不安不快 你从最初开始 一直在因为什么而战 是否有一样东西 老母鸡 是你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步的底线 帝将的话在他耳边响起 这句话仿如红中大绿 一下将张荣芳心中的 诸多烦躁一扫而空 是了 我所一直在追寻的老母鸡 不 是一直在追寻的东西 他心中无数的东西 纷纷如幻影一般消散 是张荣芳这个身份 不是 是姐姐张荣芳 还不到 是师父岳德文 同样还不到 是自己如今拥有的一切 武功文功势力财富 都不是 是平静 张荣芳豁然醒悟 是的 从最初开始 他便是为了追求自身内心的安宁 杀人也好 守护也好 都是如此 他本质并非张荣芳 但却依旧选择了 承担其对方的一切责任 这便是为了内心的安宁 他占据了张荣芳的身体 便必然要继承其后续的一切 否则 他的心会不平 之后变强习武 其实都是为了这一点 为了在这混乱压抑的时代 得到一点完全属于 自己的内心的安宁 蒂江微微一笑 他站起身 看来你已经有了答案了 我也该去找老母鸡了 他摇着头转身离去 张荣芳抬起头 眼中一片宁静 心中之前的混乱此时为之一清 所有的杂念都汇聚成一点 那便是他自己的心 当即 他再次在属性栏上点下加号 虚向伏法再度模糊 然后恢复清晰 而之前的三空第一镜 邪至空 此时骤然变成了第二镜 邪念空 一旁的奥斯坦丁此时才敢靠近过来 他身为大宗师 如何看不出刚刚张荣芳的眼神变化 从混乱到凝聚一点 再到大彻大悟 这正是邪念空领悟的要素特征 当年他也有过这段经历 只是让他心中压抑震撼的不是这个 而是他亲眼看着张荣芳 从内法突破三空 然后从邪至空再突破到邪念空 这全部过程只花了不到一个时辰 这等悟性 这等武道天赋 已经不是恐怖能够形容的了 前辈 再来试试 张荣芳此时缓缓起身 转过身看向他 三空之后 他此时的双眼前所未有的明亮透彻 那已经接近宗师们精神高度凝聚的外相了 奥斯坦丁用力点头 好 两人没有丝毫迟疑 对立站定 刹那间 张荣芳体型膨胀变大 血连展开 宛如巨兽扑向对面 这一天的对练中从来都是他防御 但这一次 他主动出手了 刷的一声 这一扑动作明显被预料到 并完美避开 奥斯坦丁抬高手肘 从侧面重击其腰部 右脚也抬高准备侧踢 啪的一下 手肘被挡住 但这招本就是虚招 杀招在于右脚 奥斯坦丁心中浮现张荣芳的无数应对招数可能 无数道人影 无数道轨迹 在他眼中飞速地减少 最后留下三种对下一招的预判 抬脚侧踢 砰的一声 刹那间奥斯坦丁神色巨变 他的腿被挡住了 砰砰砰砰 刹那间两人全速交手 拳脚交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 还差一点才能完全看清 但 张荣芳的神色渐渐兴奋起来 但我速度更快 力量更强 只要接触 就是我赢 他重重一掌往前直击 这一掌是炎帝服中的普通攻招 火中取力 但就是这么一掌 却让奥斯坦丁的心中产生避无可避的感觉 他确实预判了对方的下一招 可对方速度更快了 提前过渡了这一招 然后进入下一招下一招再下一招 他在 他在用速度弥补一切 奥斯坦丁心中默然震撼 这是 寂静之路 沉沙宫 轰的一声 一片银色破开墙体爆射而出 从被破开的墙体缺口往里看去 可以看到其中整个沉沙宫灰白雾气弥漫 雾气里似乎还隐隐泛着银芒 走 破开墙体的银色 是一身着破烂铠甲的银发男子 他全身覆盖着流动的银色液体 但有地方的银色液体有着好几个破洞 这些破洞在努力试图愈合 可惜毫无效果 紧跟着他一起从破洞里出来的 是另一黑发落腮虎男子 他背上背着三把不同的兵器 胸前一道掌印深深的凹陷下去 嘴角隐隐带血 但丝毫不影响其狂野气质 情深不改 绿水长流 岳掌教 今日领教了 他迅速从腰包中取出一包药粉 大开往嘴里倒进去 回头看了一眼沉沙宫的迷雾 他长笑一声 眨眼便追向之前离开的银发男子方向 就在这时 整个沉沙宫内 门窗统统往外炸裂破碎 轰然爆破声中 大片灰白雾气从中喷射而出 宫内大门也往外浮现大片的裂纹 紧接着咔嚓一下 大门倒塌 岳德文率先走出 神色不爽 他身上仿佛还残留着淡淡银色的荧光 只是这种荧光在飞速退去 有两下子呀 难怪被称为天公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多了不少啊 他刚刚交手 总感觉处处被针对 对方显然是提前为了对付他而做足了准备 各种麻烦的武器 新预言从后方缓缓走出 金鸿此人同样也是上个时代的绝顶人物 帝师当年的帝昆便是他亲手打造 绝对不可小觑 岳德文笑着说 师叔还在生气啊 哈哈哈哈 其实也没什么 之前是我梦浪了 我大道教单单依靠一边的实力 可不足以威压天下 但你我联手那就不一样了 京语言平静回答 我不知你想做什么打算 但这次完成整合之后 我会带人返回玉絮宫 当年的仇报得也差不多了 追杀我们的人死得也差不多了 我的目的足够了 岳德文诧异地说 师叔就不想和我岳某 一同站在这世间之顶点 俯瞰一切 从一开始我的目的便是报复 当年他们如何对我 如今我也如何对他们 其余的那是你的事 京语言懒得多话 他对岳德文越来越看不清了 或者他忽然感觉 自己有可能从未看清过这个人 岳王 岳德文 或者是其他身份 这人心中的东西太多 他如今不过是和其互相利用罢了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岳德文面上微笑不变 只是回头看了看沉沙宫 他轻声说 这么大一座宫殿 建在沙漠里又有何用 人啊就应该去那最繁华之地 逃避可成就不了大业 豁然间 他灰秀转身 化为一道灰影 疏然略向远处 直到树西后 才有周围的人迅速接近这里 进到沉沙宫内 里面早已化为黑灰的三位拜神大宗师 顿时呈现在众人眼前 而大光明教的盟主科西沃早已不知去向 整个教盟在这一日 骤然失去核心领袖层 教盟才开始究极人手 准备密反密策修订之事 这股火苗才开了个头 便被扑灭 五天后 灵华山巅 两道高大人影宛如捉迷藏一般 不断在山顶空地 你来我往相互追赶 这是张荣芳在追赶奥斯坦丁 他已然展开血连 对于他来说 血连状态已经可以一直开启 而奥斯坦丁同样已经展开了极限态 两层极限态叠加 让他力量速度暴增了一大截 如此形态 在通过预敌先机的预判 他能够轻易地避开张荣芳的追赶 只是 五天前 他只需要用常态 便能预判张荣芳的行动 而现在 他不得不提高自己的移动速度 以便能及时跟上反应 因为 张荣芳留给他的反应时间越来越少了 这个层次 已经接近一般的宗师境界了 这原本应该是那些天才武者 花费十多年才有可能达到的程度 就算是奥斯坦丁自己 当初也是四十多岁才能达到这个层次 可是 刷 稍微分神 奥斯坦丁步伐一慢 失去了对张荣芳的预测 当即眼神一眯往左闪避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猛地转身 抬头挡住从背后袭来的一掌 砰的一声 两人同时分开 奥斯坦丁叹息 眼神复杂 我输了 这种追逐游戏是他提出来的 因为按照张荣芳的毒血特性 只要他接触到拜神 就能对他们造成巨大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才有了 只要接触就是书这样的说法 而奥斯坦丁的目的自然是通过预判 让张荣芳无法接触到自己 可惜 这样的办法 如今已经不能做到了 前辈辛苦了 张荣芳的心中带着一丝喜悦 能进步到这个地步 已经让他惊喜不已了 奥斯坦丁坦言 现在的你 明明没有达到宗室 但在单纯的御敌仙机上 已经不比寻常宗室差了 不过 你其实还能更快更强一些 张荣芳瞄懂 您所说的是意志凝聚 这些天理 对方已经提了不止一次了 普通舞者和宗师之间的最大区别 便是意志凝聚 自强意志 能够让自己一直处于最巅峰的状态 叙事待发 但这种意志不能有任何动摇 必须要千锤百炼 所以便有了宗师擂台的法子 奥斯坦丁点头 是的 你在武道方面的御敌仙机 已经有基础了 因为你天生的体魄太强 天然就已经能和别人宗师层次的反应速度相比 所以你缺少的 就是足够多的武学见闻 和足够迅速的意志反应 张荣芳抱拳 洗耳恭听 请前辈辞教 奥斯坦丁回答 没什么好辞教的了 从现在开始 你需要不断地赢 从一次次的厮杀中获得自信 这样才能从别人的溃败中 一次次地吸取自信 吸取意志 巩固自身 这是固化身体状态所必须的过程 张荣芳若有所思 所以我需要的救生意志凝聚了 蒂江神出轨末般地从张荣芳的身后走出来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 张荣芳迅速问 什么办法 蒂江回答 适应 他眼神看向奥斯坦丁 示意他来 奥斯坦丁明白他的意思了 面色微变 但还是上前一步 从宗师到大宗师 还有一点最为关键之处 他顿了顿 看到吸引了张荣芳注意力 那便是意志压迫 气场交锋 张荣芳眯起眼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气场交锋 奥斯坦丁回答 人之精神 有高有低 岂伏不定 以自己之高处 击打对方之低处 这便是气场交锋 迟疑 犹豫 走神等等 各种非自信之外的情绪意识变化 都会影响出手反应 如果你能适应这种交锋 便能不会被对手动摇 便能有助于凝聚你的自强意志 张荣芳沉声说 多说不疑 前辈还请展示一二 奥斯坦丁点头 最简单的方式 就像这样 吃得一下 他全身骤然变化 换成中式形态 体型增高 变大膨胀 同时体表浮现一排排的气孔 背部隆起一个硕大的气胞 呼的一声 一阵细微的气流 冲着张荣芳席卷而去 将他全身包裹住 刹那间 一股强烈的压抑感压迫感 涌上张荣芳的心头 奥斯坦丁平静地说 你我都知道 这个形态下 我要击败你 很容易 但我就在这里 不出手 只是盯着你 而这个时候 你若是和人交手 和同级别高手交手 你会不会 分出一份心神盯着我 张荣芳文言 顿时若有所思 他肯定地点头 会 奥斯坦丁继续说 这便是其中的一种手段 无关自信 只在于战略 争锋 计谋等等 但更多的大宗师 会擅长利用自身的特殊能力 构建一个直接能压迫对手的气场 声音 气流 语言 环境 甚至制造假象 种种因素结合 都能给人心中塑造压迫感 这需要你自行去领悟 武学的气势 气势 也是类似的原因产生 这番话 让张荣芳的心中逐渐升起了重重波澜 是了 这就相当于 在对手心神上寻找和制造破绽 制造弱点 他心中有所感悟 对之后的武道境界又有了新的名物 帝将在一旁总结 武道 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兵法之争 兵至上者 乃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 还未出手便能让敌人畏惧胆怯崩溃 然后自行丧失出手之力 张荣芳忽地想起 之前在他面前崩溃掉的那名拜神宗师 那时候 他便是无意中触碰到了这个境界门槛 当其他不顾两人 自顾自地盘膝坐下 闭目 属性栏打开 五天时间 他又再度积攒到了五点属性 此时被他毫不犹豫地点在了虚向伏法上 虚向伏法 三空第三境 邪气空 没有丝毫持滞 属性点消失 伏法提升 直接达到三空第三境 也即是 三空都是对自身的调整协调 所以并未有什么其他小境界划分 但越是这种特殊的模糊划分 越是让人无法琢磨 无迹可寻 张荣芳闭目感受身体的变化 一丝丝清凉气流 凭空浮现 遍布全身 将所有持滞阻塞的地方一一打通 短短数十息 他便感觉自己全身上下前所未有的通畅感 身体的每一处部位 仿佛都能如臂指挥 甚至就连头发也仿佛能略微控制感知 全身浑然一体 凝为一点 外面等着的蒂江和奥斯坦丁面容麻木 看着张荣芳气质迅速变换 蒂江好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话 奥斯坦丁挤出一丝笑容 先生此言大赞 十天左右 他眼睁睁看着张荣芳从内法到三空圆满 最后即将踏入宗师 只差凝聚自强之心了 这速度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就这 蒂江还好意思说和自己一样 果然不愧是极尽大佬 但这面皮就让他望尘莫及 很快 张荣芳再度起身 他的属性栏中生命值没有任何变化 但他就是感觉自己不一样了 当即 张荣芳的视线看向奥斯坦丁 前辈 请赐教 他抬手 摆出大道教伏法起手势 奥斯坦丁深吸一口气 那就再来 吃了一下 两人同时消失在原处 两处地面塌陷 两道虚影拳脚交击发出巨响 在御敌仙机差距逐渐没有那么大代差后 随着张荣芳的境界武道提升 他对自身武学的把握破绽越来越少 反应越来越快 虽然还没跨越宗师这一大幅度提升的门槛 但凭借超强的身体素质 他如今展开血帘 已经能和奥斯坦丁终是交手一阵了 从早上打到正午吃饭 吃完饭继续打 直到晚上 张荣芳宛如不知疲倦一般 疯狂压榨着奥斯坦丁 不断从他这里学习一切能学到的东西 每当他被击破败下阵来 伤是什么的根本无所谓 而是第一时间请教自己刚刚为何被击破 然后思索如何弥补这个漏洞缺点 其间地将也会偶尔出言指点 在一个大宗师和一个极境顶尖的指点下 张荣芳对武学的理解宛如嗑药一般突飞猛进 对于其他人而言 理解通透后也得时间积累 然后苦修魔力自身才能突破 但对于他来说 只要理解通透 明确了之后如何修行 如何前进 就能以属性点向前提升 时间一天天地流逝 张荣芳的武道积累 对各类武学的理解和认知 也在飞速地提升中 他本就是兼修很多武学 比起一般舞者在这方面要深刻许多 此时被蒂江和奥斯坦丁一阵点拨 顿时很多东西勾连起来 渐渐开始形成独属于自己的一套 武学体系理论 作为整个一省第三大城池 泽尔丹曾经有被考虑过担任辅城的重任 但因当时的宗教势力干扰最终落选 而现在已经被大道教御须公的宗师陈一彻 亲自坐镇 扫荡砸碎势力 成为稳定整个一省的一颗钉子 在如今武王相争的大局下 逐渐形成了很多省份顶端力量汇聚到大都上都 以及少数几处交锋的局势 而相对的 力量汇聚后 其余地方的力量便空荡了许多 所以 在大量高端力量离开后 大陵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实力真空区域 泽尔丹便是如此 此时陈一彻眉头紧簇 坐在城内最高的佛塔顶端 俯瞰着夜间城池的点点灯火 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不知为何 自从离开玉须公不武天下 配合大道教大策占据教区后 他便一直有些心神不宁 而最近 这种感觉更强了 如果说之前只是湖面危起波澜 那么现在便是风起云涌 湖水翻滚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今陈沙宫这个最大的教盟毒瘤 也已经被拆掉了 长教和公主正在追杀逃亡的教盟盟主 可惜我 当今天下还有什么能威胁到我等力量 陈一彻眉头紧锁 思绪不断地转动 到了宗师这个层面 对于自身的一丝一毫的异常 都会有特别的反应和感知 其实 你的感觉没错 哭得一道清幽的声音在他身后传来 陈一彻猛的一个机灵转身看去 在他身后 同样的佛塔顶端斜面上 正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人影 那人身着黑色沙衣 身材魁梧 长发在夜风中飞舞 露出一双眼睛 异常地清澈纯净 仿佛夜晚中散发星光的黑色宝石 陈一彻全身警惕提到最高 阁下是 能够无声无息到他身后 对方绝非一语之辈 来人平静地说 奉师命前来 既然你们下手如此狠绝 那便也别怪我等同样下手 你是陈沙公 陈一彻猛地反应过来 当即全身膨胀变大 身体体表浮现道道银色纹路 眉星仿佛一只新的眼眸 将要浮现而出 就要睁开 既然是战争 哪里有不会伤亡的战役 从开始 陈沙公的反扑 变在预料之中 掌教等人快速突袭 也是为了减少这种反扑 带来的伤亡 只是 明明陈沙公的宗师 都已经记录在案 都不在附近 都在被雪红阁和其余宗师追杀才对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 陈一彻不得而知 砰的一声 塔尖顶端炸开一道道巨大的爆炸声 不多时 一具尸首被从高处重重打下来 还在半空中 尸首便化为黑灰飞散 只剩下陈一彻的破烂衣服飘散落地 玉须宫宗师 陈一彻 身死 塔顶 黑沙人影静静看了下方一眼 转身一跃而起 从 八十七 两日后 天成宫内 一位为玉须宫大宗师 盘膝坐定 在金玉延伸后面色肃染 在他们对面 是月德文独自一人静静盘坐 十二宗府中排名第二的钱公 神色郑重地说 从前天夜里开始 我们驻扎各地的十二宗府宗师 纷纷遭到了突袭 袭击者自称陈沙公盟主弟子 名为月红蝶 但是在此之前 从未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三位宗师身死 短短两天时间里 甚至连逃跑也来不及 薛红阁那边的情报人员 提供了凶手的面容身材 调查画像 他声色俱力 盯着对面的月德文 月长教 我预许十二宗宗府的宗师 就这么点人手 每一个都是我等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底蕴 而现在 他们不明不白地死了 岳德文摇头 并非如你们所想的那样 画像不对 乾公冷声说 为何不对 薛红阁如今是您的老朋友 掌握大权 难不成他们还敢糊弄您 玉须公十二宗府 这次来了十位大宗师 只留下两位一名一案 固守本部 而损失的三位宗师 其中一位 还是乾公的亲侄子 他当年亲手指点过的亲侄子 那是他钱家的底蕴呢 现在居然死得不明不白 一旁排名第三的 宋一哲府主 沉声说 我宋家同样也有一位宗师遇害 岳掌教若是不尽快采取手段 我等怕是不能配合您大局布置了 我等门户小微 力量有限 可不敢再把后背分散出去 承担危险 玉须公宗师确实很多 一共足足有二十多位 但问题是 这二十多位分摊到每家每户 其实就是十二宗府 每一支只有两三位 少的甚至只有一个宗师 损失一位宗师 对于整个玉须公不算什么 但对于他们单独的一个 支麦宗府 便是巨大的损失 岳德文轻声回答 在离开玉须公前 你们便应该有所觉悟 这是战争 而非切磋 他双目视线扫过 乾公和宋一哲 而战争 是会死人的 后两者都是身体一刺 被视线扫过的瞬间 都能感觉全身一麻 顶级灵将的威慑力 就算是他们 也一样极为忌惮 他们所要的 无非是个对策 金玉顏出声了 他美目直视岳德文 你不是收拢了感应门吗 什么时候动用他们 同为灵将 虽然他稍弱了一些 但并不代表他怕了对方 宋一哲出声 公主 现在关键并非如此 而是在那张画像上 经过雪红阁那边的情报传递 我们稍微核实了下 确实很多情况吻合 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巧合 那人掌握了如此手段 如此隐秘 还隐藏了实力 做出这等事 并不难理解 毕竟 他顿了顿 毕竟东宗当年之事 我等也出过力 而他之前 就是东宗 够了 约德文猛的出声 他很少会动怒 从来都是一团和气 笑咪咪的对人 就算是杀人时也是如此 但此时此刻 他脸上已然没了笑容 天成功那一片安静 就连金玉岩也神色微动 没在开口 约德文极少会不笑 一个人总是喜欢笑 这已经让所有人都早已习惯 而当他不笑时 便会瞬间形成某种冰冷的反差 让人心惊肉跳 这种奇异的反差 带来巨大的压抑感 但在场的众人都是拜神大宗师境界 乃如今大灵最为顶端的一批人 在场所有人 谁不是腥风血雨中厮杀出来的 心智如铁 没人会害怕 反而是所有拜神大宗师 一共十道目光 如刀如剑纷纷落在约德文的身上 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回答 约德文面色平静 约德文出声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还带查证 先不说他只是超频 就算他有这个实力 他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他身边还有我的人 金玉言没有说话 束手青阳 将一军画像丢出去 落在约德文身前 画像散开 自动滚动展开 露出一个约德文 异常熟悉的半身人像 那是 张荣芳 根据许鸿阁的权力调查 你派去的阮心悦 是一盟宁时会成员 同时 之前和张勇作对的所有宗师 全部都神秘失踪消失 在刺同 有调查到的不少人 声称自己亲眼见到张颖和宗师 对峙厮杀 约德文 你被渴求迷了眼 二十几岁的宗师 还是原因后期 还能在炼丹上有些许剑术 还能治理好 一个海口大岗 金玉言声音平静 但一字一句 都深深如刀客般 砍在岳德文的心中 宋医者跟着出声说 东宗逆时会 知道你想要一个德义弟子 所以同你所好 造出了一个这样的绝世天才 而现在这个天才 或许正在配合他人 暗中屠杀我们的宗师 钱公也跟着赞同 二十几岁 出身除非是大宗大派 皇室大贵族 否则一般人家 或许连字都认不全呢 而他能炼丹 能习武达到宗师 能文功达到圆英圆满 结果他告诉你 他出身一个蛮儒家族 蛮儒家族就算是家学渊源 他父母早逝 中间还流浪过一年 谁教导的他 一个人能在文武方面 都有如此恐怖的天赋 这样的身世 你居然信 所以现在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 便是在得到消息的现在 马上控制住张扬 从他这边 必定能挖出关于逆时会 和其余幕后势力的更多线索 学德文无言以对 其实张荣芳的文功并非原英 而是恋神 但他没再说话 因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 无论是不是恋神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古灵是怎么伪装的 他捡起画像轻轻地展开 看着上面面色平静的 张荣芳的半身像 无数思绪在他脑海里 飞速转动 可无论事实如何荒谬 他依旧找不到半点 关于张荣芳的破绽 一点也没有 不管如何 我不相信他有问题 此事暂且压下 日后等详细调查后 再谈 刷的一下 他收起画像 与其斩钉截铁 你们放心 若调查后真是他 我会代他 给你们一个交代 但现在 他不 要去